在汐止火车站广场旁边的小公园 每天走的人多 不过通行动线却是有待改善 而在这次的我行我素通学路当中 不但是重新种上了新的草皮 还把步道的动线都做了修改 赶在去年底是完工了 也让汐止站前绿地 在新的一年有新风芒 这是之前的画面 就在汐止火车站广场旁边 有这么两个小公园 提供民众散步休闲 而在去年进场施工之后 目前已经完工 只见锦临火车站这一侧 树立了汐止站前绿地的入口意向 重点是重新植栽 草皮空间增加 还多了不少的木质座椅 休闲品质提升 研考会跟新工处 有一个计划 就是我行我素 我行我素是由一些协生 所选择出来的一个地方 需要能够做一个改善的动作 那我们就选择在 我们汐止火车站全面 有两块那个立地 也就是火车站前的立地 来施作 这个我行我素 是1月24号开始 一直到10月20几号 已经完成了这个工程 研考会计划 新工处的经费 交由工所来施作 我行我素 通学路专案 将占前绿地 大改造 一眼望去 除了增添绿意之外 还有就是为了营造 更友善的通行环境 也增加了无障碍坡道 还有整个步道变宽 民众说走起来更顺畅 跟现在这比已经进步了 会觉得走起来 长动线比较好 感觉上是走路起来 比较没有障碍 那里面主要是要让它 在行走上比较顺畅 包括做一些 伸脏的一个 一个坡道 让伸脏者可以进出 然后还有再更换 那个所谓的 那个 仿木的一些椅子 也都更换 顺便做一些草皮 我们是用百木打草皮 来施作 让它整个看起来 好像一目了然 两边的步道动线 都做了修改 赶在去年底完工 让系纸战前绿地 在新的一年有新风貌 蒋成慧玲 系纸采访报道